2017年來講 相關的這些預算來講 不是增加反而是減半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 其實常常我們支持體育選手 都是在這個比賽的賽場上 或者是運動年齡的開幕場上的這個支持 華麗的遲早 來去說我們怎麼樣支持 我們的這個體育的改革 但是實際落實到 我們的政策執行上 甚至預算的編列上 卻是兩樣情 這個部分 從這次的搭機的這個商務艙的爭議來講 就可以看得到 更不要說我們實際去調的相關的預算 不是增加反而還減半 甚至是當時在這個華航的這個 搭機事件一開始的這個體育署的 回應是說 因為要讓選手 因為避免這個防疫的原則 來去做這個經濟常來去做區隔 但是我們實際上去了解這個預算之後 發覺這一次這個出發的這個預算 其實根本不夠 來做每個選手搭乘商務艙的這個經濟 所以我們不禁懷疑說 蔡總統的這個體育改革 是不是都是打假球 說好話 那只是在比賽場上 支持我們體育選手